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鼻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车了 是大家万众期待的一台车 最新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其实今天呢只是一个简单的预览会啦 原厂是暂时不可以给我们去曝光它的内装设计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外形部分 其实这个 Hatchback 版本的 City 在车头部分 基本上就和这个 Senna 版本大同小异的 在我身旁的这个是 RS 版本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个讯态的 还有一个头灯组 还有这个黑色的 Honda Solid Ring 整个设计看起来是相当的帅气的 但是重点还是在它的车尾部分 来到车尾部分这个 City Hatchback 其实我看了实车过我觉得 真的是有很sharp的感觉 那我个人还是有它这个 所谓的 Signature 立体式的这个 LED 灯条设计 真的看起来很有质感 然后下方呢它这个 RS 版本呢 还有这个扰流器的设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是 同样有这个 Carbon Fiber 的这个纹路 然后这个有一个这样子很 Sport 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排气围观我就稍微有点不明白了 But anyway 整体看起来还是很有运动风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设计如何呢 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了嘛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尾箱 到目前为止其实原厂都没有公布这个尾箱的容量是多少啦 不过我这样子乍看之下 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 Layout 还有它的这个布局都还OK的 那我随便拿了一个 Keyboard 示范一下它的这个宽度是如何 So 还挺OK的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它的下方护板 它的这个下方护板呢是还有一个 Storage Area 的 So for 這個 RS 版本呢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 给植物格啦 然后里面就是这个电池组了 但 for 汽油版本呢它同样也是有这个护板 然后下方也是有一个植物格 但是在下面呢还有一个机攻胎 也就是有这个 Spare Tire 的配置 不过我最关心的还是这台车的这个后座空间表现是如何 因为其实这个 City Hatchback 它的轴距相比起 Sedan 版本它是稍微短了一点点 但是整体的这个尺寸呢又比上一代的这个 Honda Jazz 是稍微大了一点 So 我现在就坐进来这个后座 Surprisingly 它的这个腿部空间非常的宽敞 这个是我没有意想到啦因为都轴距短了 那前方其实是我的标准坐直 So 我也是可以轻松的翘脚的这个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座椅呢还有这个 Ultra Seat 也就是和 Honda Jazz 类似的这个 你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排列的这个方法 很灵活的这个空间表现 So 这台车依旧也是有 不过我先讲它的座椅 感觉如何 其实它的这个支撑性还相当的 ok 包括它的这个坐姿也还行 就整体支撑都有相当大位 但是如果要我挑剔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腿的 它的这个底垫的长度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点不足 还有另外一点我关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头部空间 那其实这一台车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的车顶是比 Sedan 版本还要稍微高的一点 那现在我的身高是 168 啦 So 以空间感来说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局处感 尽管它采用这个黑钉的设计 那也不会顶头其实 我觉得坐长途的话 这个空间表现是 ok 的 来为大家示范这个 Ultra Seat 到底有既好用 很简单 直接这样折上来 然后把这个东西压下来 它就锁着了 那这个同样也是这样子 看到吗 有多么的宽 给大家看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厉害 ok 好 谢谢 ok so 整个这个 BBQ 炉都可以放得进 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空间是有多好用了吧 非常的灵活 So 我先是先体验这个汽油版的 City Hatch Pack 看它在这个赛道上的表现是如何啦 So Let's go ok so 这个声音是有一点稍微大声了一点 but anyway 沥水方面是有的 至少我觉得在这个这样大的赛道上啊 这个 121 匹 还有 145 尼顿米 是够用的 oh 把 the brake ok brake is good oh 这台车还是很稳定 这个有一点让我感到 surprise 因为其实我上次开这个 sedan版本呢 它的车脚它的 suspension 稍微比我现在舒适性一点的 Hatch Pack 版本呢 它的这个 suspension 是稍微比较 硬朗了一点 ok so 我现在要做这个 Slalom Test 绕装 oh apparently oh it's quite good 这个车身的摆动幅度并不大 but 有点我感受到的是 这台车其实是很活泼的感觉啊 就很轻巧 就不知道等下那个 City RS 会有什么分别啊 ok 然后这个方向盘 就跟我之前开那个 City RS Sedan 是一样的 就是它的这个精准度啊 是很紧 比较紧凑 比较直接的 这个比我印象中它的对手 更加的准 更加的 direct 一点 真的 其实这辆车我觉得它的体态 它的整个动态 是很灵敏的感觉 灵活 我还相当喜欢的 还有一点我注意到的是 这辆车的这个隔音表现 其实 它的这个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NVH 啦 震动抑制方面呢 其实 it's good 那刚才在这个什么 汇报会上啦 其实 Honda 就讲到 这台车其实它的这个 Engine Mounting 是特别用一个 Resin 的材质来 打造的 为了就是要抑制这个 更好的抑制这个震动啦 让这台车感觉更加的 solid so yeah 那接下来我最期待的时刻就到了 因为我要试开 RS 版本 试下这个 253 Nm 的 power ok so 我现在就跳到来这一台 City Hatchback RS 了 但在试驾之前啦 我会先试一下它 这个 Honda Sensing 的一些 function so 我现在要做的是 先尝试做这个 ACC ACC crear速度 更加快速的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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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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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不可以喘出车的车 微慢化 停止了 41 05来看看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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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提升速度 不是很静性 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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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控制度 可以变得更為轟的车 可以 可以 когда 是 看起来 正在 其实它是在我的 blind spot,我不能看到这台车 就是我从后视镜是看不到这台车 但是从这个Honda Lane Watch 我是看得到这台车 Which is good Yes So yeah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acceleration up hill Ah ok IRD or RS Actually it has 253Nm of torque And it is from Sanseal Sanseal so it's like instant torque Instant torque So instead of internal combustion You have to build the ramp Wooow This acceleration will be instant And very linear continuous Right So whenever you're ready it's full Ok So我现在就要体验这个 253Nm 这个电动系统的威力了 3 2 1 Go It's fast 它虽然没有很暴力 可是它就是很平顺 然后很快的这样的加速 我现在已经是到一个要100了 So yeah I need to slow down I can feel the weight balance of this car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petrol I'm not sure whether is it because of the battery or what Yeah because of the battery Yeah The rear is more planted Yes Yes It feels more planted So because of the Like you said you feel it's more planted Right Actually there's a bi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S and the petrol So through the slalom Ok So you can start left or right Ok Ok So yeah 刚才驾了Petrol 现在驾这个 RS Oh ok This car slightly feel different with the petrol version Yes Yes And yeah The acceleration WOW 这个加速 快很多 我现在已经是100了 Which is 刚才我在这汽油版呢 它是需要一点时间啦 果然这个扭力 真的不是弯弯的 那我现在过这个弯 我可以feel到的是这台车其实 我之前才刚刚不久才刚刚开这个 Sedan 版本的 RS So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观看 那是我 现在我开这个Hatchback版本的 我是觉得 整体的这个操控还有动态 Out of my surprise 它是比较活泼 然后比较灵活一点的 和那个Sedan 版本 偏向舒适性 比较过软的设定呢 这个真的是有运动化一些 So ok 我这里稍微过这个弯 WOW Impressed Through the acceleration 这个车已经觉得较轻 Because of the cost To be honest I feel the car is like Because of the planted feel Yup So I can feel it's like Havier Like what you say So这辆车的确是开起来 感觉比较重一点 可是因为它的这个动力方面 它是比较多 多 蛮多的啦 So 已经是来拉长不短 补回来了 比汽油版 还要更好 好啦 在试驾完了这台车过后 我真的是对这台车 蛮Impressed的 相当的期待 那今天的这个短暂的体验 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这台车的整体表现 到底是如何呢 就期待我们的这个 深度测评 我是小明 喜欢知情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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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